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某投资银行的经理戴瑞克里正忙于对某里矿企业进行收购 而他的前任女友艾米良此时也来到香港 以另一家投资银行副总经理的身份担任该里矿企业的财务顾问 这对昔日情人即将在职场展开对决 戴瑞克的得力助手瑞贝卡试图以好友身份,劝说艾米退出 而热门金融博主亨利发现了李良二人的过往 原来艾米因戴瑞克事业繁忙,缺少时间陪伴自己而赌气分手 不久却在戴瑞克的安排下已加入了投行领域 戴瑞克与艾米在飞往伦敦的航班上巧遇 为了从收购暗中胜出,二人连番缠斗而随着事情的发展 这对情侣身份关系再度变化 相处七年分手七个月当艾米和戴瑞克再次相见时 已经身处敌对的两家投资银行 即将为一场公司收购战展开正面对决 一轮轮你来我往的交锋后 彼此对爱情的留恋却在慢慢增长 在2012到来之前 Dear our enemy 他们会如何抉择 好了,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将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大家anie 第一期会有没有 什么 在我这期会有olved Wednesday 三点 别人 大